字幕志愿者 李克強 開會是甚麼會呢 例如聽完這個國家 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 聽完後要回去真是要看 看完後要將自己的看法 有甚麼問題大家出來講 由澳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主辦的 政協委員華里茲系列活動 來到第九站鏡瓶中學 今次除了有鏡湖醫院副院長 全國政協委員不陪冤外 澳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 山東省政協委員馬志毅 亦親自上陣 一起為過千位鏡瓶師身 帶來第一手政協見聞 大家討論時 當然會將自己每個人的看法 發表出來時 其他委員亦會交給予言 然後我們亦有專人記錄我們所說的 然後要給你看看之後 他們會再加上去給國家 而且我們每年的提案給國家之後 他們亦都很快地回覆給我們 政府會聯合幾個部門 和我開始會問我這樣的做法 這樣的回覆 你會不滿意 政府會有一個很明確的改善和執行的力量 而在緊接其後的交流會上 學生就著多個範疇的社會議題 接連向兩位政協提問 包括自衛交通 城市建設 全民醫部等 而升學就業等問題 就更加不少得 兩位政協逐一適宜計劃之外 由提醒台下一眾學生 在積極裝備持有的同時 亦都要注意六日結合 才可以在人生路上走得更為順暢 我們要求自己每天的工作都要完成 尤其手頭上的一些文件那些方面 都要每天完成 完成完到沒有辦法 有時都要加班 不能夠看著標樂班 看著標常班 當然也都要勞日結合 不能夠由早到晚 應該要適當的時候 例如你放假 出去多些去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國家 去見識去充電 很多時候我都給了很多時間 跟我們家人一起 那你先搞錯了你自己的目標 自己的家庭 那你再去投身事業 我覺得更加是這個 這麼要事負功倍的 大家旅行 好,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